不是这样的 什么不是 我们如果是伤残人士那时 伤残人士都是一样要拍的 没有拍的 我每次都没有拍的 哪有没有拍的 有观众报料 昨天一辆开往中环的巴士 有伤残人士上车时 因车资问题 和车长咬到火红火绿 我上车的时候 有个乘客出示了一张 证给自己看 说自己不用拍卡 我真正是伤残症 最后司机都是照样开车 我乘客最后都没有付钱 就下车 巴士一路走 两个一路爭 但未有结论 有乘客提出帮女士付钱 不过女士就坚持不用 我今天上来都不用拍 给她看就行了 我每次都是这样 我每年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我上来的时候都给她看 人家公司有个记录 你伤残人士看 她已经不要闯了 她要开车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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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多少钱 多少钱我给你 我给你 不要多问题 等一下先 我不要先给你 其实昨天是国附康日 双残人士可以免费 乘搭巴士、港铁和渡轮 问题是昨天双残人士上车 就算不用扣钱 是否都要拍卡呢 通常是给一个证 她有个残疾症 是 她有残疾人士 就有个证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拆了 不用再拆了 不需要拆了 我们公司内部有通告 说明 程序是怎么办的 公司把通告有了 证的样式 让我们知道 所以你的眼睛 对了 就可以了 我们向程庭查询 回复说 昨天使用着 有残疾人士身份 个人八达通的乘客 可以上车拍卡 就不会扣除车支 另一个做法 就是向车长出事 残疾人士登记证 就可以免费搭车 这样说 即是片中事主没有说错 是一场误会 而程庭亦以 就这次事件 进行内部调查 并向当事人致歉